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分钱工资没给你开 你还干得挺来劲的 我上公司给你要这个工资去了 你还不愿意了 你想我打扰你的工作了 你干了四个月 你都没要这个工资 然后你回来 你还把我打了 人能在哈尔滨庄大街开那么大个店 人怎么可能开不起这几个员工的工资呢 事实上他就是现在开不起这几个员工的工作 他现在这半年了都没给你开出来 你都下来半年了 他也没给你开出来呢 那你还在那公司干吗 他也呢 我咋办呢 我跟他们领导说啊 之后就是不让他在那干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我现在刚刚辞职 然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过这段再找工作 那这个小飘里怎么说 他不信任你什么晚上飘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两个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嘛 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拿话点过他 我说现在好多女孩都出言喝酒 他当时说我现在不出言 但是我接受不了出言的人 所以就是他有哥们就是那个抽烟 就是抽烟抽的挺勤的 上他车里面吧 上他车里面抽两个人 他就觉得特别翘 所以他绝对接受不了出言的人 然后我就没有再说什么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本来就是出言的人 就是戒烟其实说实话就是挺费劲的 我得三四个月了才发现他抽烟 然后我发现了之后跟他彻夜长谈 我跟他谈了一宿 基本上是谈了一宿 你这个烟你可以就是慢慢戒 但是你得戒 但是谈完之后效果一点也不好 第二天早上他就又抽了一半 现在还抽吗 不抽了 不抽了就好嘛 我觉得咱们两个整个的这一个关系 是从头建立在一个谎言上的 你还在那说谎言呢 你千万别跟我说谎言好吗 你就没有谎言 你就没欺骗过我吗 我什么时候欺负骗过你啊 你自己说你当下所有人的面 你自己说你那个高中朋友给你发的软件 那啥 我告诉你主持人当时是他开车呢 然后那个我在副驾驶坐着 他的那个女性朋友给他打电话 我不知道他是开车是不方便接呀 还是我当时在场 反正他当时他是密集 然后那个女生就发了三条信息 第一条是冰冰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第二条是冰冰我好难受啊 第三条是冰冰我好想你 来你给我解决解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你 他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 我们两个是从高中开始 就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过 就是说进一步的想法 要不然也不可能 这真是你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永远都是普通朋友 但是你说 因为你就不要跟别人 普通朋友你得有个限度吧 我问你 普通朋友是不得有个限度啊 什么样叫限度啊 我们两个聊天至少没赤裸到 像你跟你的朋友那样互相发暧昧的表情这样吧 我那只是看一个玩笑好吗 为什么 你要知道90后的时间跟80后的时间 你根本就不懂好吗大叔 我也差不多90后 我89年就差一年 我们之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都只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而且我们根本就不见面 你广说不跟他们接触 那你一天天天晚上 你自己喝酒喝到到半夜吗 你自己喝酒喝到一两点钟吗 我喝酒呢 人家见你感情 你懂吗 我喝酒很正常 不不不 他跟谁喝酒啊 在哪喝酒啊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承认我确实是就是 经常处于喝酒上酒吧 但是首先第一点是这样 我的职业是化妆室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 化妆室跟去酒吧有什么关系 有的时候我的估计会要求 拍夜景 拍完夜景大概也就是 10点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化妆室跟摄影室 也挺累的 然后就是我的那个 咱们处理去放松放松 然后直接交流一下 装面上的技术 你们一喝就喝十瓶八瓶的 你之后怎么交流技术 十瓶八瓶 那我不是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吗 我上班已经挺累的了 你有多大压力啊 天天出去喝去啊 反正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的事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是 我承认我现在可能 就是说一个月三十天 我可能会处理喝二十天左右的酒 然后每次就最低可能 不低于七八瓶酒 然后一样我也会收 我承认这一点吧 是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90号 我只有21岁的这个年龄 我觉得我需要自由 在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就 肆无忌惮地去疯狂一把 不然情况下再等几年 我就已经老了 我没有这个时间了 一个月就疯狂二十多把 哪是一把呀 我人家年轻 让你抓紧 但是你说我这些事情 我跟他说的这些事情 我也都是为了他好 也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 也是因为你说你可以疯狂 但是你在疯狂的同时 你现在已经有了另一半 虽然说你没有 咱们还没组成一个家庭 不是 就是至少你应该知道 有一个人在等你 那你的话 你就不应该每天都玩到那么晚 我并不是说反对你出去喝酒 或怎么样 我也从那个年龄过来的 我也知道就是说 这个年龄出去喝点啊 玩一点啊 很正常 但是你毕竟跟别人不一样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第二我就是以前疯狂的时候 我也没这样 是我承认我是有男朋友 首先第一点 咱俩现在结婚了吗 问你呢 结婚了吗 没有了 你有什么太多的资格 你去管我呢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希望跟你结婚呢 你是我合法的管理人吗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是我男朋友 我承认这一点 我也在很很好的跟你过日子吧 但是你说他就是 所有的事情 他就想就让我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 跟家庭主妇一样的 我现在我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去做到那样 因为我的年龄 拼拼宰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处于 适当的去放松一下 我听明白了 就是你觉得你应该 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 对吧 对 你爱他吗 爱 你爱这小子什么 又管你又讨厌 跟你 你刚才我如果没听错的话 你叫他大叔你知道吗 你说大叔我是90后 你是80后的大叔 你喜欢这大叔什么 你跟我们说说 就是 说实话我 没有想过就是说 在21岁这些年龄谈恋爱 然后根本就没有做好去 怎样去做好一个好的女朋友 这样的身份 然后就是 在我过程中 在亲人节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真的 就是感动到我了 就是 我们两个是别人介绍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在外地做化妆室 然后他就是去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去找我 然后当时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 他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 让我出门 然后我一出门 他就在那会呢 然后来他第二天 他就走了 第二天是我生人 然后就有一个蛋糕店的一个老板 然后就说的那个 你好 那个 呃 空中期在这里工作吗 我说我是 说就是你蛋糕 然后 说实话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 我的一星朋友挺多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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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就是 那个蛋糕送来的时候 就是说 我给我打了 那有十多个电话 我给我所有的一星朋友打电话 然后他们都说 不是他们送的 然后我才 给他打了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蛋糕 是他给我买的 之前 我一直都 在认为 是我其他的男性朋友给我买 哦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就哭了 就感动了 就现在说起这件事 还感动 哎 你是得多缺爱啊 姑娘 就是一个认为 我青春 我奔放 我热爱自由的一个女生 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男孩 喜欢她 其实真喜欢她的 或者说 真的想为她 动心的只有这一个 因此你想在她的身边 对吧 但是 你又丢不开 那些 异性朋友 或者同性朋友 带给你的 所谓生活的刺激和乐趣 就像你说的 你要疯狂一样 对吧 好了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来 一起进入 邱笔策文件 虽然你是90后 我是70后 你是搞化妆的 恰好 我的化妆师 也是90后 也是女孩子 我从没见过她去夜场 从没看见过她喝酒抽烟 没有说学化妆的 或者做化妆行业的人 就得像你这样去生活的 如果你想选择这样的生活 没问题 但请不要说 因为我是学化妆的 第二个我想说的一个 观念型的错误 你说 你只是我的男朋友啊 你又没跟我结婚呢 你现在还不是我的 合法的管理者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男朋友不是你的 合法管理者 他即便跟你结了婚 他成了你的丈夫 他也不是你的 合法管理者 夫妻之间 没有谁管理谁 管理 在孩子层面上 是来自于外部的约束 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 要学会自我管理 第三个 我听起来挺悲哀的 一个蛋糕 你说 就把你给服录了 刚才我们赵山老师说 哎呦 你得多缺爱啊 你爱的真的是 他这个人吗 如果说 前面的那十五个男人 其中的任何一个 说这蛋糕 是我给你订的 你都有可能感动的 流下眼泪 所以你爱的不是 给你送蛋糕的这个人 你爱的是 你得到蛋糕的那样的一份 被重视 被尊重 被爱着的感觉 而这个人是谁 有可能是他 也有可能是前十五个当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你不爱他 你只是爱上了一种被爱的感觉 但是你因为一份被爱的感觉 而选择了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 可这个男人 他选择跟你在一起 他不是说我仅仅是 我要无限制地去给予你爱的感受 他也要被爱的感觉 你要被尊重的感觉 他也要被尊重的感觉 可是你不爱他 你只是爱的 你爱我 那他就感受不到 他感受不到 他就希望去管理 控制你 他希望你给予别人的那种欢愉 欢愉的感觉 都能够因他 都能够为他 所以你们两个人 刚才这男孩子说 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 其实我倒不觉得是个谎言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个错位 你错误地以为 自己爱上了给你这个爱的蛋糕买单的这个男人 而这个男孩 他爱的只是 有一个人送给他的蛋糕 恰好那个人是你 而你到底是谁 他并不知道 你到底需要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爱如果要走下去的话 如果这算爱的话 这要走下去的话 我觉得 首先男孩子你要知道自己 怎么样才能够去真正地去爱一个人 尊重他 尊重他的需要 而给予他的支持 而不是你的需要 而给予他的支持 不管是对他 还是对任何一个女孩子 而这个女孩子 蛋糕不等于爱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郑老师 90后和职业化妆师 其实是在为自己开脱 不是每个90后都是这样生活 也不是每个化妆师 我们接触的化妆师都还挺多的 也不是每个化妆师 也都是这样的生活 然后就说到 这个男孩对于这个女孩的这个工作 然后做出的一些帮助 有点出力不讨好的意思 还是那句话 他需要什么 他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你做的这个事情 他是否会反感 其实听来听去 我觉得 就是你们工作背景不同 其实你们两个 不是一个池子里的鱼 就游在一起很牵强 所以我觉得 对于你们未来 我很担忧 谢谢 谢谢郑老师 胡老师 男生所有的话 都像极了海言的一部作品 就是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 人生苦短 何不逍遥自在 女人这一辈子不容易 所以我要好好地带自己 这不像是一个90后女孩子 说出来的话 不像 因为你还有太多的人生经历 没有度过 我极其痛恨现在的 有一小部分的年轻女生 她们的标志大概是这样的 身上一定要跨着名牌 头上染着夸张的颜色 手里不叼两根烟 不叫成熟 不来两杯酒 不叫自由 她们以为这是燃烧 青春的燃烧 但其实这不过是堕落 事实上证明 这样的生活 其实挺空法 所以主持人才会说 你那么缺爱 一个蛋糕就会把你打动了 说明你很空虚 一个真正有追求 有生活梦想的人 在生活当中应该是很充实的 不会因为了一个蛋糕 把自己感动得稀里话了 那说明你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 只会陪你喝酒啊 只会陪你在灯红酒 滤下推杯换盏 但是真正要在生活当中 跟你有几句真情实义的朋友 说几句真心话的朋友 有吗 没有 所以你才会那么空虚 才会一个蛋糕就把你感动成那样 所以所有的话归结到一点 人这一辈子过的就是那个真情实义 你在生活当中 哪怕是你在繁华的都市里面 你们每天很潇洒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想到的依然是那个能够守在你身边的人 这恰恰是你们为什么能够在一起的 那个瞬间 我同意那两位老师说的话 你不爱这个男生 只是他跟你那些旁边的朋友比起来 有一点与众不同而已 所以你自己要内心想清楚 我对你的祝福就是好好的生活 年轻的时候是应该燃烧 但不应该堕落 而对于男生来说 你拯救不了任何一个人 你先管好自己 在将来如果选到一个自己真心实义喜欢的人 就爱好他一个就可以了 就对 男生有一点要分清楚 爱和战友不是一回事 是爱还是战友想清楚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想不清楚这个事 所以就打打闹闹的 女生 因为小 因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 我看我们现在的爸爸妈妈跟孩子们说话 孩子们听不进去 我倒觉得我们的老师们 今天说的这些话都是应该爸妈说的 我希望你能听进去 好吗 一定要听进去 因为是为你好 你也听进去哦 电视机前的你 如果跟他一样 麻烦你听进去 今天老师们的话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都不说为了别的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烟啊 酒啊 不良的生活习惯啊 就戒了吧 真的不是为了别人 就是为你们好 话说中了啊 想清楚 你想清楚了吗 好吧 我们看看 80后和90后 是怎么在60秒的时间 表达自己的 我们一起进入到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60秒 我觉得我还是 来 请关门 我一直在想 最后的结局是怎样 他们能不能 面对自己 内心真实的声音 大概是我们需要 考虑的 男生的说法是 你要改 我还可以接受你 女生的说法是 你会有耐心 等着我改好吗 我们来看看他们 最终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开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伊贝斯送给姑娘 一个特别的好礼物 是一个叫 白色恋人系列的面膜 我一直觉得 他们这段话 用得特别好 我是爱的色盲 在我的情感世界中 只有白色 就是单纯嘛 就是纯洁嘛 其实不管过去怎样啊 如果你们听了 老师们的话 愿意那么单纯的 浓烈地去爱一次 你们就好好的爱 好吗 为对方多想想 好吗 来吧 见证属于你们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不管以前怎么样 我希望以后 你的世界里面 有我的存在 谢谢你们陪着我 一起去改变 之前所有的事情 抱抱吧 我爱你 我爱你的 我爱你 我不会 以到这类理 我爱你 我很真正要 想乱